字幕 李宗盛 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2017 9月15號 今天收盤漲26點 我們看一下今天是拉尾盤 震盪最後拉尾盤漲26點 周謝跌了29點 一个礼拜下来最后还是白忙一场跌29点 当然大盘还在相对高点 大盘应该如何看淡 我们先看这一档股票 上柜今天跌停板一支汉讯 只有这支跌停板 汉讯盘中10点多达到跌停 那我们看跌停板 来大涨一波 很强喔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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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整理 然后震荡压回 今天跳空跌停板 那我们今天跌停板 把这两个半月的筹码全部套牢 这条线以上全部套牢 形成一个很大的头部 所以我们这股票 你不要看到跌停板再来处理 都来不及了 就像发现癌症了 这要去治疗有时候都太晚了 可能第二期第三期了 好 那我们这股票涨跌 到底有没有迹象可循 如果有 那你知道这个股票要跌了 要涨了 你当然就要采取动作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汉讯 请问这股票要涨要跌 到底有没有迹象可循 到底有没有迹象可循 有啊 在股神系统里面很明确啊 为什么会喷出 那就三线万多 买进去要出现了 那这里在做什么 在高档盘整 出现反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那我们看今天跌停板 三线走空 跌停板之前 股神已经慢慢快接近零走 第二线 第三线也跌破了 所以有没有迹象可循 有啊 怎么会没有 他也不突然间 暴风雨 然后就 台风就来了 不可能 所以股票涨跌一定有迹象可循 不会莫名其妙就涨停跌 不可能 那只是到那天 你要知道都太晚了 今天你才知道汉讯有状况 对不起 你买进的股票已经怎么样 你再看一次前面这张图 三个月的筹码全部套牢了 两个半月筹码全部套牢了 那如果之前你就知道这股票 高档就有问题了 就先跑了嘛 有没有问题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反压怎么会没有问题 股神线月月掉掉掉掉掉 掉到临走附近了 那你为什么不先跑呢 为什么今天再来后悔莫及呢 所以股票涨跌一定有迹象可循 懂意思吗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请问汉讯在做什么 做比特币的挖宝 他做显示卡嘛 通常在挖比特币 一台主机板要连十台的显示卡 所以怎么样 他跌停板 有一档也是喔 这一档也在做比特币的 挖宝的 挖比特币的 他今天打到跌停板 华擎 同一天喔 汉讯华擎都打到跌停板 好 那我们跟汉讯 大涨一波之后 压回兼跳空跌停 好 那请问跌停之前 有没有迹象可循 那如果有你要不要找到这个迹象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做华擎 有没有做韩讯 你做了下一档股票 你要不要知道 他这道理格局是对还是不对 不对 就要跑了 你不要等跌停板 再来后悔莫及 懂意思吗 再来后悔莫及 那我们看这段 当然这段一定有 应该要告诉你 状况 你应该早就要跑了 你不能等跌停才有状况 好 那当然这段叫多何格局 好 我们看一下股权系统的格局 没错 三线翻多 涨一波上来 出现反压 经过七八天 再出现一个买讯 第二次三线翻多 但这个时间太久了 一个强势的股票 三天内 一定会再出现买进讯号 第二次往上攻 到了这里开始怎么样 就是有反压 反压 反压 原来昨天之前 已经三个反压出现了 看懂吗 这昨天之前就有三个反压 今天跳空跌停板 所以在下跌之前 我早就告诉你格局不对了吗 没错啊 他们迹象告诉你 有啊 这格局早就不对了 有没有 你不是今天才看出来 这已经转空 这已经转空已经很多天了 1234 56789 有没有 转空一大堆了 很久很久以前了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早就要出场了 不等今天跌停板才后悔末期 所以我们说股票涨跌一定有迹象可学 那只是你能不能看得到 你能不能看得懂 这才是关键 这就是股票市场输赢的关键 懂意思吗 看得懂 涨跌的迹象 不要等每次下跌一大波再后悔末期 那都太晚了 这个人叫尼采 他是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 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 愚昧跟无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你搞不清楚 愚昧就是公公 无知就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长官说 不打琴不打懒 那个勤劳的不会打他 你勤劳打他干嘛 那个懒斗也不会打他 打什么打不长眼 不打琴不打懒 专打不长眼 状况搞不清楚你就被修理了 哦 谁会在股市被修理 愚昧 无知 狗狗搞不清楚了 笨蛋 这个无知的 自以为是的 不懂装懂的 最后呢 他就产生很多很多痛苦 因为愚昧跟无知 德国哲学家讲了多好 那如果你在这股票转空 你要不要跑 当然要跑啊 问题在哪里 你能不能看到那个转空的迹象 在哪里 能够事先知道 不要等跌下来 再来后悔莫及 等跌停板再来后悔莫及 这不早就跟你讲 转空吗 三个反应要出现了吗 是不是 今天跌停板再来后悔莫及 对不起 那你学会就要脚不少了 等跌停板再来哭都来不及了 愚昧跟无知 那我们这另外一档股票也一样 这算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五个反应要早就出现了 这格局早就不对了 有没有 都已经临走了 你一定等到跌停板再来后悔莫及 所以你看德国哲学家讲了多好 愚昧跟无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正确 完全正确 来 这是今天上市的成交值开安榜 成交值是成交量乘以成交价 叫成交值 9月15号 哪一档跌停 创意 创意今天跌停板 第一个只有一档 叫创意跌停板 打到跌停 大概在10点多 打到跌停板 好 那我们看创意 跌下来跌停板 这两个要涨一倍 你不要看不起他 那已经涨一倍 现在开始回档修正 那我们下跌之前有什么急下 来看一下 那你告诉我 你们看第二线已经跌破 已经12345678天 第三线也在慢慢往临走靠拢了 你们看到 今天正式三线跌破转空了 所以在下跌之前 其实大家可以告诉你 这格局慢慢往下纠正 他不会突然间蹦跌停板 不会 这样懂意思吗 当一档股票开始转弱转空 你要看得懂 要少点避开 当然你不会卖到最高点 最高点是给天才卖的 最低点是给神经病买的 他怎么知道最低点 你每天买买 买中文天买到最低点了 所以在买到最低点 你不知道套多少 不可能 做股票不是要买最低跟卖最高 那不可能 所以我们说股票市场 散户有什么特性 是危险来的时候 他不知道要跑 转空他搞不清楚 机会来的时候他不想要掌握 最后他当然就成为输家 所以他名字叫散户 如果机会来你就要掌握 空头来你就要跑 那你怎么会输呢 怎么会到最后 很多痛苦压在身上 是不是 你就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股市的命运要如何选择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买那档股票很简单 把它搞清楚 不要随便买 买错了 买错了 空头格局 后面就会产生很多痛苦 好 错了操作很可怕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更可怕 有时候股票是多头拉回修正 不用担心 如果股票高档转空 非法不可 转空没有跑 后面就会很惨 懂意思吗 找出错误的源头 才有下次重新触发的动力 把每一档股票都搞得很清楚 我想股票就会很轻松很容易做 好 下面这些股票 如果你有 你就要小心 那表示你的操作是完全不及格的 懂意思吗 下面我讲这股票 如果你有就是完全不及格 洪海 什么格局 反尼亚 反尼亚 四个反尼亚的 转空一个月以上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股票 你是不及格 完全不及格 不及格 懂意思吗 不及格 在股市是0分 60分以下 可能30 可能20 所以想想看你这一个月 买了洪海 你赚到钱了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你要买它 因为你看不懂是空头格局 因为你看不到这么多反押 对不对 四个反押你买它干嘛 看得懂你就不会去买 所以你要知道你错误的源头 你今天看报纸买了 对不起不对 你听别人讲 不要再跟了 亂买 对不对 因为这是空头格局 他怎么带你买这种股票呢 这个呢 转空四天 趋势往下 充满淋乱 动能不足 第四天 这买这种股票也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金顶 转空几天了 转空 三天了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你去买它是不对的 表示你的操作是完全不及格的 懂意思吗 来 四星 反尼亚反尼亚反尼亚 三个反尼亚出现了 转空了 这格局不对了 可称 今天跌到三个半月的低点 这在前天的图卡 你告诉我 这格局对不对 格局很显然不对的 那不对的时候 请问你为什么去买它 这波最低点 322 你知道今天多少吗 今天看到315 不是322 这两天前 我没有再印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三个月买进筹码 是不是全部套了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三个半月买进筹码 全部套了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方法错了 你买这股票是不对的 你的操作是不及格的 所以你就要想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买 你错误的源头是什么 你是看报纸的 哦 那报纸不要再看了 这报纸不会帮助你 哦 你就看到营收创新高 对不对 才去买 可乘的 这叫错误的源头 懂吗 错误的源头你要把它找出来 以后你就不要看这个 看这个没有用 你就是套牌而已 报纸 不会让你赚大钱 不要闹了不可能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把这个错误的源头找出来 不要再用错误的方法做股票了 懂意思吗 你要知道每一档股票的架构都不一样 架构是什么 就是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就敌人多还是朋友多 你要看懂一档股票 这六个东西 谈何容易啊 但是你看不懂 你又赚不到钱 你非把它学会不可 那请问怎么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 好复杂啊 那怎么看 怎么看我教你 很简单的 真的吗 真的很简单吗 一秒就看懂 不要把它搞太复杂 一秒钟就看懂 一眼就看懂 真的吗怎么可能 股票很难耶 怎么可能一眼就看懂 什么格局 你不用怀疑这空头格局 不然怎么会吸引这么大头部 所以高档一定有什么样 有迹象可循 注意看 有没有迹象可循 一二三四 有齁 请问这几个敌人呢 同学没有 一二三四 四个敌人出现 请问这是多头格局还是空头格局 这是空头格局 趋势往下 筹码凌乱 动能不足 所以你去买它 当然就不对啦 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得懂的人 张爱銘有没有跟你讲 可诚你不能去追人 不知道讲多久了 张爱銘看到什么 我就看到这个 那这客局就不对了 反正要一直出现 所以跟你讲你这股票不能买 好好看 更糟糕 一二三 这边半个月 这边半个月 跌破四个月的低点 所以想想看这个严不严重 非常严重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买这种股票 因为你一定不懂才会去买 你懂你怎么可能买这种股票 这边的低点是88.8 这里的低点86.3 因为两天前的 我没有再印了 这跌下跌到86.3 所以想想看 所有买进去的四个月全部套牢 严不严重 很严重啊 那你为什么去买它 把错误的源头要不要找出来 我们说你要把错误的源头找出来 你才有下次重新出发的能力 错误的源头找不到你就完了 因为你会再不断的犯错 原来是报纸啊 报纸跟你说 何硕怎么样 如火如土的赶工 所以你以为股价会大涨 结果是错了 结果怎么样 股价大跌 对不对 好 那请问应该要看什么 要看它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不是跟你讲了吗 看懂它的架构 到底对不对 懂意思吗 来看一下 你看股神系统就有答案了 这各局对不对 这空头格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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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该多不多 有啊 三个反应该出现了 所以我没跟你讲 这股票不对了 有喔 讲一个月以上了 那你去追它很简单 你就是套牢 一跌四个月的底点 那你钱就赔了 一切痛苦跟压力就来了 为什么压力 钱赔了嘛 为什么痛苦 你买错股票了嘛 买错股票就像爱上错误的人一样 那个人不能爱你又去爱他 爱也爱不到 爱也不光明正大 很痛苦 所以都没有不能搞错 股票是不能买错 买错你会很痛苦 有没有 这格局不对了 所以我们说每档股票 都有它的什么架构 有什么是架构 叫做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敌人同友 搞清楚了 喔 敌人三个 空头格局 空头格局 那这股票当然就不能卖了 你管他报纸发什么 报纸发是给散户看的 又不是给主力做手看的 那你每次自厌去看报纸 你就把你自己当散户了 散户是谁把消息给你的 报纸当然记者写的 谁把消息给记者的 主力做手大股东公司派 他给记者目的要做什么 就是给你看了 因为你就是散户啊 他就给你看了 那给你看的目的要做什么 到货给你 难道报你赚钱吗 不可能啊 不过看好呢看好呢很简单啊 买好就这样你帮他抬轿啊 不就这么简单吗 没有好事啊不要闹了 不看报纸没有用的 喔 空头格局 什么格局 管他有没有严重呢特写 1 2 3 4 5 5个反例好哦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哦 来往下 请问这个是资理破碎还是很漂亮 三线架构资理破碎股价在高档哦 看不懂 下次套牢就是你 懂意思吗 才俊 对不对 可取不对啊 转工很多天了快十天了 来群撞 请问这格局对不对 转工很久了 目前呢好像要反攻 可是怎么样还是在控法 所以反攻无效 来中出 你告诉我这格局对吗 不对啊 这格局完完全全都不对啊 应该跌到三个月底点了 你看这里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三个月半月底点 好 最近不是很多消息吗 说中出要卖冰了 要卖手摇杯了 你以为真的这是有效吗 那如果是有效是利多 好啊 利多为什么不涨 利多不涨叫利空哦 更糟糕 那请问这什么格局 如果你没办法一眼看清楚他 你以为说看报纸说他卖摇杯 卖冰啊大涨那你就错了 看清楚他多空架构支撑强弱 空头格局 反压怎么样出现了 空头格局 这种股票你买当然就赔钱了 是不是很简单 什么格局 反压一二三四五六天啊 反压非常严重 一眼就把它看穿了 你就是反压很严重嘛 对不对 什么格局 你就是反压出现嘛 反压出现嘛 这是空头格局嘛 难怪他不会涨 这个呢 就是反压出现嘛 空头格局嘛 有没有 这个呢 反压就是出现嘛 一二三四五 五个反压嘛 空头格局嘛 所以很简单 股票要做对很简单 一眼就把它靠清楚 不要被他骗 有没有很困难 不会啦 什么格局 不对咯 两个反压咯 多头是还有一定的力量 可是反压出现要整理了 一二三 三个反压出现了 越来越脆弱了 搞不好明天就跌破 礼拜一就跌破了 好 这个呢 花园工赛就开始跌了 跌十几天 快十天了 来 大花莲 莲上了花 莲上了这个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 真是大花莲 请问它怎么涨 当然最后再等一下给你看 懂意思吗 这格局不对了嘛 这个呢 股价在涨在反弹 格局也不对了 曲线涨不上去 那两条负线在反多反弹而已 懂意思吗 虽然很简单 你要成为股市人家 记得一眼变多空 不要想太多 搞清楚每一档股票 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搞不清楚 学会搅不完 到底朋友多还是敌人多 懂意思吗 虽然很简单 我刚讲这股票 如果你有 你都是完全不及格的 后面你可能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今天不进步 明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是永远股市不变的真理 股市里面只有自己强大 能力强的 你才不会受到委屈 懂意思吗 把自己能力变强 变成无敌超人 变成可以一眼变多空 你才不会委屈 你如果看得这么清楚 你怎么会委屈 懂意思吗 没有人会陪你走一辈子 所以你要学习独立 有时候我会跟我小朋友这样讲 爸爸也没办法照顾你一辈子 有一天爸爸就被老天爷重召 就去陪伴老天爷了 也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 所以你要学习独立 当你自己能力变强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照顾你 没有人可以一辈子帮助你 所以你要壮大自己 在股市里面 给你语吃 更要教你钓鱼 教你判别多空强弱的方法 懂意思吗 成功要付出一次性的代价 不成功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只有胜利者才能够有钱来解释历史 我希望每个都是股市的胜利者 大于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好 欢迎回来现场 有些投资朋友说他买的股票 之前都很飙 那为什么开始买了就不飙了 逆机 哦 很飙哦 对不对 为什么买了以后就不飙了 奇怪齁 一套四个月 东坦不等 我想这个在股市一路有答案齁 赵亜民股市149有讲到这个齁 股市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现行往往会透乎一些未来的讯息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股票 你看的是这个画面 赵亜民看的是股神系统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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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反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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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问这是一个月前吗 这四个月前就出现了 五月中就出现了 你现在就九月了对不对 那如果你知道你还要报这股票报现在吗 不可能 这格局就是不对啊 懂意思吗 这个 这格局就是不对啊 所以你报以后就赔钱套了齁 这格局就是不对啊 有没有反压出现了 你看一跌四个月齁 你看这多少反压啊 它为什么不会涨 原因就在这里齁 它为什么跌六几块 一定有状况嘛齁 你看到的时候 新闻可能都来不及而已啦 原来这个股票反压已经早就出现了 格局都不对了 你看这个反压有多少 你数得清吗 我数不清啊 所以这股票涨不动啊 请问这反压有多少 数不清齁 所以怎么样 为什么它跌下来 很多人股票跌下来再来后悔 有啊一定跌下来很多人后悔啊 那早知道不要买这种股票就好了 对啊 早知道你要看得懂啊 看得懂你就能跑啊 这里是哪里 最高点 四月中 四月中 你看上来 哦反压一二三 一大堆反压出现了 接下来变成空头格局 所以你报这一段很简单 最后就要赔出60%的成本 你100%就要缴60万的学费 股市中只有自己能力抢了才不会受到委屈 今天你不进步 明天你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要有不后悔的操作一定要清楚的指引 举例一下 詹明讲到现在还都没有涨的股票 有啊 那这不是多头吗 要涨上来啊 架构就是完整的啊 有没有 哦有啊 它就是多头格局架构就是完整的 那不是创新高啊 这不是多头格局吗 有没有 彩晶 高档整理还没有跌啊 多头格局还没有破坏掉 有没有 康普 好漂亮哦 多头格局都还没有破坏哦 金电 今天都创新高很漂亮哦 但是整个节能股里面最强不是金电 是这一支了 叫月峰 真的吗 那你看月峰 礼拜三 只有一支涨年吗 就是月峰啊 有没有 昨天礼拜四也是一样 只有一支涨年就是月峰 连续两天 节能股只有一支涨年 就是月峰 所以金电股最强的是月峰 月峰跟金电有什么不同 漂亮多了 格局漂亮多了 好 光学族群 死了没 还没死啊 这个哪有死 所以很多人很担心 光学族群死了没 整理而已 懂意思吗 就是多头整理而已 雅民逛文事项 这都多头整理啊 这都还没有结束 好 雅逛文事 这目前都没有看出 有任何的反例啊 还是多头整理 稍微弱一点点 因为股价往下 股成线往下掉了 好 看懂这一切 我想你要不成为股市赢家多难 看懂什么 美兰股票多空抢后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一眼就能看清楚 多头格局 空头格局 你自然就会成为股市的赢家 张艾铭最近赢多少 其实也没有很多啊 目前操作23笔 已经出场23笔 每笔都是赢了 这是放空的 放空23笔 所以重数我给你讲不能多 放空 总共是赢95.8 最近还有一笔23笔 但赢几毛钱 96点几 我就不讲了 当然你看到这个 你又觉得不可思议 最近盘很难操错耶 天哪 这个板还能够赢 天哪怎么可能 你看这样 最近这两个月你看 好像在洗伤木脑一样 还能够做得这么好 真的不容易 怎么做到的很简单 一眼便多空 看清楚美兰股票多空抢后支撑压力 你自然就会赢喔 是非经过不知难 哇 妈妈煎鱼好漂亮 自己煎小鱼 叫我说煎鱼喔 煎鱼煎起来都不好吃 鱼皮都烂掉了 后来妈妈说 锅热了 有热了 才能够放鱼 你不能有放鱼就放下去 要掉垫 黏在锅上 喔原来喔 是非经过不知难 正过反强 你没有自己经过这件事情 你就不晓得有多难 记得喔 富贵要人帮 帮你的人 也是要富贵之人 最重要的 一眼便多空 具备这个方法技巧 我想你在股市里面 就能够成为赢家 好 看这一名YouTuber 记得按一个赞 记得按订阅 这两个东西都要说喔 按赞按订阅 第一次看的人 请你用LINE加好朋友 我的ID码是 小小鼠A 小小鼠A也要25006999 这样就可以了 必须每个投资人 都能够赚家钱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国际投资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赤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